在安裝黑蘋果之前 我們首先要確定我們的硬件 究竟是否支援Hackintosh 例如 第一樣東西 CPU 如果我們選擇Intel 成功率是高很多 所以請選擇 Intel CPU 第二樣東西 主機板 主機板也是一個 你能不能夠成功安裝Hackintosh 一個很關鍵 所以我們可以 安裝之前 上一些黑蘋果的網站 去看看list 底板的型號 和chipset 究竟是否支援 第三樣東西 Display Card 一定要選擇AMD 而指定型號 是免驅動 例如RX470 滿血版RX480 8GB RX570 RX580 滿血版8GB 5500XT 5600XT 5600XT 5700XT 都是免驅動 我們如何確定 如何確定 以上的硬件 是否支援黑蘋果 我們可以參考 以下的網站 第一個網站 是國內 比較有名的 黑果小冰 第二個網站 是外國比較有名的 Tony Mac X86 大家都可以看看 這兩個網站 去參考一下 什麼硬件是支援 或不支援黑蘋果 緊記的 一件事 選對的硬件 是可以節省你很多時間的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今次會以我自己現在正在用的 一套系統 做一次演示 安裝黑蘋果的過程 我們現在看看 究竟我現在正在用的 黑蘋果的規格 究竟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我們就直接安裝 現在就廢話少說 我們即將開始安裝 黑蘋果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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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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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